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配奈 你們大家應該非常熟悉吧 在目前這個版本的配奈 非常強勢 尤其是在之前 大招改成可以移動式的 根本叫做OP角色 可是要怎麼獲得他 只能什麼限時活動獲取 也沒辦法購買啊 那這個輪盤抽獎 幸運賺賺賺賺 也賺不到啊 根本就放上面 我們也賺不到 就像之前大家應該還記得吧 放了三支Note8還Note9在上面 應該是Note8啦 結果呢 有人抽到過嗎 好像也沒有聽說過 那這邊呢 就出了一個配奈的活動 叫做收集什麼東西 守護印記 就可以稅換 兌換這個配奈 那看一下15個印記 好像 還行 那怎麼稅換呢 要怎麼獲得這個印記呢 當然在商店裡面也是蠻下面的 有一個叫做什麼寶箱的 配奈寶箱 可以看到說他可以獲得 什麼 一堆體驗卡啊 一堆紅寶石啊 什麼之類的 那麼今天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到底要花多少點券 我們才可以抽到 才可以去兌換這個 小佩娜 好 那我們一開始呢 我們先不要買太多 反正想說要買20箱 不不不 15箱就好 我覺得個人呢 運氣呢 差了一點點 那我買了15箱之後 我決定 一箱一箱 慢慢的開 我覺得這個 一箱要30點券 15箱就花我450點券 但是沒關係 我這邊 點券多的是啊 這邊一箱一箱開 怎麼都是體驗卡呢 有一個印記 又是一個碎片 印記 然後這邊是有用2.5倍數 加速快轉的喔 然後 我們就是先抽個15箱 等一下我們來統計看 我們獲得了多少個這個印記 抽完15箱之後 好快喔 450塊花掉了 總共獲得了11個印記 還不賴吧 那他只要收集15個就可以換 所以我們差 4個印記沒有錯吧 然後這時候我就想說 一箱一箱慢慢的買 這邊是第16箱了 獲得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差3個印記了喔 差3個 已經有 12個了 這邊一箱一箱 慢慢開 也沒有 17箱 再開 喔有 第13個印記了喔 已經有13個了 再開14個 差最後一個印記 這一箱 怎麼碎片 再來再來再來 哎唷因為紅寶石啦 怎麼又是紅寶石 最後一個這麼難獲得 那最後我們是花了23箱 真的是整整23箱 終於集到了15個這個印記 那這23箱一箱30點券嘛 換算下來是690點券 我覺得個人覺得還可以啦 因為畢竟一些DC的角色 一隻也是要690 還行還行 不過有些人運氣比較好的話 可能更少點券 有些人手背比較差的話 可能要很多點券 這個都說不定 但是我覺得690點券來說 我覺得還算是值得 因為我一直想要有佩娜很久了 真的好久喔 佩娜之前的活動 好早好早之前啊 好啦 那這隻就是佩娜 690點券 花了23箱 不知道你們到底花了幾箱 那還是覺得這個 這個方法太坑呢 歡迎留言在底下 麻煩幫我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喔 那麼我是佑哥 我們下部的佩娜影片見 可能不會有佩娜 沒關係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